来关注生活方面的资讯 一项最新研究表明 即使只吃一份淡水鱼 例如尊鱼或鲤鱼 也可能会使人们接触到潜在的有毒化合物 来自环境研究的结果显示 即使每年吃一份淡水鱼 也可能相当于连续一个月 饮用含有大量全服顽疾物质 PFAS的饮用水 该物质又被称为永久化学品 可能对人体健康有害 饮用水当中极低含量的PFAS 被发现与免疫系统抑制有关 会导致疫苗效率降低 和某些癌症的风险增加 他们还被报与胆固醇升高 和升值问题有关 该研究负责人安德鲁斯说 食用淡水鱼的人 尤其是那些经常捕鱼和吃鱼的人 体内的PFAS含量 可能达到惊人水平 PFAS由9000种不同的化学物质组成 其中一些已经被禁止或严格限制 可以在不沾的吹具和食品包装当中找到 这些化学物质不会在环境当中分解 因此会在人们体内积聚 该研究的合著者斯托伊波说 当产品被扔掉或被冲走时 PFAS不会消失 我们的研究表明最常见的处理方法 最终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环境污染 科学家们分析了2013年到2015年 两年期间在美国收集的500多个鱼片样本的数据 以进行这一研究 他们发现五大湖以及城市地区捕获的鱼类当中 PFAS含量更高 在湖泊和河流当中捕获的淡水鱼当中 研究人员发现的浓度最高的化学物质是 全浮腥丸黄酸PFOS 平均约占PFAS检测总量的四分之三 该研究称美国淡水鱼当中 PFAS含量中位数是一些商业捕捞销售鱼类 PFAS含量的280倍 他们估计美国可能有超过4万个PFAS的工业污染者 包括制造设施 市政垃圾填埋场 污水处理场和机场 水的污染已经将PFAS传播到土壤作物和包括鱼类在内的野生动物当中 该项目首席研究员巴伯说 PFAS污染鱼类的程度令人震惊 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对淡水鱼发布单独的食用鱼类健康保护指南 全美最火新闻尽在中文热点 美国中文电视 美国中文网全新推出日间新闻资讯节目中文热点 YouTube平台同步火热直播 全美肚地记者现场直击 临时差追踪华人热议焦点 及时准确客观 快来订阅Sinovation美国中文电视 YouTube频道中文热点 每天与您不见不散